画作上方是沉重的墨黑 搭配光影呈现出立体感 下方则是自由运览 水墨就像有生命一样 沿着皱褶的痕迹 逐渐扩散开来 这是艺术家郑重斌的作品 重新探讨水墨与空间的关系 下面部分的话是一个反射 上半段的一个对称体 这个对称体就在两种条件下面 一个是固态的条件下面 另外一个是在空宁的空间 线结构的条件下面 其实我是给你一个世界上 一个并性的比较 郑重斌是当代重要的水墨画家 80年代接触西方思想 开始探讨传统水墨 他认为水墨只是一种材料 不应该局限在传统的山水画法 于是融入压克力颜料 图现水墨的透明性 可触性甚至是中立感 郑重斌常年旅居美国加州 在那边看到光影洒落在城市中 对他近期的创作影响很大 在他的每一件作品中 除了强烈的光影效果 还可以看见刻意运览的痕迹 他说这是水墨跟其他材料最大的差别 这次特别展出三张作品 从这些流动的痕迹中 你可以看见水墨强大的生命力 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强调墨运 墨运的话就是一个很强的传统特性 跟一个材料上面带有一个历史记忆 这个材料本身带出来的带有一种活体 这个活体是有一种生命力的 郑重斌说当代艺术不是指材料的选用 而是概念的转化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水墨的更多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